关键一踢射门了 就像足球一样 宏达电再度赞助印度足球队 展现企图心 我一定是更多 强攻印度市场 宏达电多方布局 还计划在印度设厂 以今年第一季来看 HTC在印度的手机销量跟业绩 较去年大增1.5倍 受到消息面激励 一号股价跌升反弹 收在75.2元 涨幅达4.44% 就市场面来说是对的 中高价的产品 去行销印度市场的话 我个人认为是非常大的难度 宏达电继续打击海战略 全新机款Aero将瞄准美国市场 传出HTC Aero将比M9 Plus更顶级 采用2K萤幕升级处理器 预计10月推出 相较HTC 国本最关注的还是iPhone 6s 外壳照大曝光 厚度与iPhone 6近乎相同 但内部功能大跃进 拍照的镜头部分 它有把 因为原本凸出来 它终于把它磨平了 镜头是正面是500万画素 背后从800万 现在提升到1200万画素 另外苹果最新 iOS 8.4作业系统开放更新 新增音乐服务 Apple Music 类似KKBOX的音乐软体 台湾国本竟然无法使用 难道是遭到冷落 音乐公司都有版权的问题 那我觉得应该是版权洽谈 应该不是它冷落台湾 苹果服务做一半 品牌场又竞争激烈 能不能稳住龙头市战 就看苹果怎么做 中文财经新闻 蔡小达 张柏江 HAPPY BOWD